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造成32人死亡,321人轻重伤的2014年7月31日高雄气暴事件,里长荣化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某伟,前高雄市政府养工处处长赵建交等12人,案发后遭高雄的检署依公共危险,业务过失致死等罪起诉,高雄地院一审,历时三年多, 将在明天上午宣判,2014年7月31日深夜,高雄市凯旋和三多路等处,因里长荣化工公司管线并吸外泄引发大爆炸,造成32人死亡,300多人轻重伤,数十动民防损,其中包括多名消防人员因工殉职,为高市历来最惨的公安意外,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, 在同年12月就起诉的被告分别为,里长荣化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某伟,大社厂厂长王熙周,操作领班李瑞林,分散控制台操作员黄静明,值班组珍藏蔡用监,至粉客长沈明修,华运领班黄建发,操作员洪光林,工程师陈家亨, 前高雄市政府养工处处长赵健桥,兼工邱炳文,出院人员杨宗仁等12人,另外,已转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前市市长陈菊,前副市长刘世芳, 现任立委,消防局长陈红龙,前环保局长陈金德,现任宜兰代理市长, 前劳工局长中空照等5人挨告涉嫌桌子罪,则都或检方不弃诉,不过,高雄市政府挨告国陪的欺贱官司, 是否统统败诉,这起高市历来伤亡最惨重的公安意外,高雄地院历时三年多的审理, 确定将在明天上午宣判,备受各界瞩目。